11月28日 加州愛樂藝術團在Almonte的CMC演藝中心 舉行中國優秀合唱作品音樂會 現場觀眾坐無虛席 盛蓋博士市長廖清禾 美國南加州社團大聯盟主席林桿花 秘書長孫英麗 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主席林建新 東西方文化藝術交流基金會 國際著名攝影家周寧 美國貿易促進委員會總幹事雷伍公 哈岡聖馬直路德會主任牧師Jimmy Madiger 南京同鄉會會長王毅 著名音樂人 原江蘇電臺著名導演蕭慶林 著名舞蹈家張歡如 美國著名大師合唱團指揮 著名作曲家Ilan Roberton 及歌唱家Leslie Sizer等觀看了音樂會 音樂會由畢業於中國廣州音樂學院的鋼琴家 曾麗嘉擔任鋼琴伴奏 旅美指揮家 中國國際合唱節議委會委員 于華擔任指揮 音樂會在加州愛樂藝術團的 《月亮代表我的心》紅燕拉開了序幕 加州男生合唱團演唱了《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加州女生合唱團用委婉歌聲演唱了《余光曲》 旅美藝術家加州愛樂藝術團團長徐柏生 以充滿魅力深情的歌聲演繹了《往日時光》 由一群愛合唱 愛生活 愛時尚的姐妹們組成的LA女子聲樂坊 在團長全咬兵的帶領下 一直活躍在華人社區的音樂文化領域 他們帶來了女生合唱《葡萄園夜曲》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張明傑演唱的歌曲 《父親的草原 母親的河》 男高音歌唱家周金鑫演唱了歌劇 有以詩人選曲《柴堆上火焰熊熊》 洛杉磯西陽紅合唱團 在張克群團長的帶領下 精神局說對合唱有著執著的追求 他們表演了《城南送別》 由周金鑫 張明傑 徐柏生 三位男高音表演的男生三重唱 《草原之夜 長江之歌》 更引來觀眾熱烈的掌聲 音樂會在加州男生合唱團演唱 加州女生合唱團著演的 《歡樂的納達木》中落下帷幕